台北啊在他们台中的这些案子以及收费 还有怎么样来进行目前的合作的方式 我们一定会先跟业主来约案子的现场 我们都会派出一到两个助理 和豪哥本人 那在这一部分呢 目前豪哥的公司还没有去收取任何的费用 Hello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豪哥 那自从我们在频道里面有释出说 我们现在目前可以承接台北跟台中的案子 非常多人会问在什么县市服务 现在呢我们的业务啊有开放到台中跟台北 那很高兴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赖我们 就是说他也想让我们去评估看看他在台北啊 在他们台中的这些案子以及收费 还有怎么样来进行 那豪哥今天就来大致上来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目前的合作的方式 好那喜欢豪哥频道朋友欢迎这个 按赞分享然后订阅我们的小铃铛记得开启 那我们让每周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个 这个行业里面所有的经验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更能熟悉到室内设计装修之一块的一些领域 好那豪哥目前的公司呢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我们一定会先跟 跟业主来约这个案子的现场来沟通帐梁嘛 那一般我们都会派出一到两个助理 包含豪哥本人或者是在台北有台北的同事 在台中有台中的同事 都会先去现场先去拍照帐梁 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拍照帐梁完以后呢 先跟这个业主大致的沟通一下他的需求 那你们的需求我们会按照你们的需求来做这个平面配置的规划 那在这一部分呢 目前豪哥的公司还没有去收取任何的费用 也就是说拍照帐梁跟规划这一段次还不会收到任何的费用 只是很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这个规划完呢我们通常会提出一至两个方案来让这个跟业主来交通开会讨论 那以这个目前我们在跟台北的这个业主的分享呢 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这个线上的会议来进行 像我们最近的几个案子就是透过这个线上的会议 用Google Meet来线上会议 那当然上面也可以做任何的笔记 那我们在这个第一次的线上会议讨论完这个平配以后呢 豪哥就会亲自到这个台中或者台北 来跟业主面对面的讨论我们的这个 里面要使用的这个建材啊 这个空间的规划 还有我们的这个氛围要怎么营造 那再来做一个精准的报价 当然在报价的这一段这个阶段呢 我们还是不会去收费 但是我们希望业主不要再把我们的这一份报价单拿出去 再去跟人家比较 比价 因为其实每一间公司的做法都差不多 但是要看这个处理的程度的细腻度到哪边 那我们相信在我们的这个室内装修这一块是 尽力做到这个呃诚信负责的态度来处理每一个案子 所以我们不会去爆出超级 浮夸的一个价格 大概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报价 在一个这个夜间中是属于蛮平衡的一个报价 那这个部分呢 从这个帐梁规划 拍照呢 到这个 报价这个整个阶段 那个差不多要花 差不多的时程了 大概会两二字到三个礼拜 要看浩哥这现在本身现在公司的案件的这个 排满的程度 大概有时候也到要可能要到三到四个礼拜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急着要马上规划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建议在网路上找一些口碑非常好非常优良的 这些厂商来去帮你规划 那以上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 透过现在的这个 台北跟台中的同事 还有我们在 高雄总公司这边 目前就是我们的整个合作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 帐梁 拍照 然后平面规划提出一到两个方案 然后面对面的讨论 讨论建材风格 再到报价之一块 这五个区块 我们目前都还不会去收费 但是 如果非常急 因为我们现在按量真的是有点多 所以如果你非常急的话 建议可以再找别间公司先协助你 那如果愿意等公司的话呢 我们就按进度去 去排 排定这样子 那等到我们 都讨论完了 你觉得这个报价也OK 你可以接受 然后这个设计 你这个提出的这个设计概念 你也可以接受的话 我们才会开始 签约 再来走后面合约的程序 好 那以上就是在这个台中 台北 还有高雄 目前我们这三个区域 要合作的这一些规范 那谢谢大家 都愿意再给机会 给我们这间公司 那我们预祝大家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成家的这个部分呢 可以一同来与你们参与 谢谢 拜拜 浴室做完防水是不是一定要做赤水的动作 浴室做完 一定要做赤水 一定要做赤水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赤水啊 你就开始贴瓷磚 都贴好了 结果 所以放下去 你们家楼下就 上来抗议了 那你真的是白做了 那你为什么就是 不要防水层做完以后 先放水 然后在那边试个一天 两天呢 我是觉得赤水这个动作 真的不能 马虎也不能 缺少 因为你有问题 你做完防水 你赤了水 楼下漏水 你还可以马上赶快 补救 马上补强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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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我们看起来 它好像是这个 木纹的贴瓶 但其实它里面是完全没有 木头的成分 因为我们知道浴室是属于 比较潮湿的一个区域 那就算你是有做这个 干湿分离 它毕竟还是有一些 水蒸气 所以我们在浴室的设计里面 基本上是不会用到任何的 脚料 或木心板 甲板 这种 属于木头的材料 我们尽可能选择这种 防潮防水的这些板材类 那防潮防水的板材类呢 在这个浴室的设计上面 比较主流的就是我们的 发泡板 还有我们的 PVC板 关于老屋 到底它的屋龄 多久之内 都可以买来翻修 然后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鉴定安全性 普遍看到在台湾的 总联共透天 屋龄大概会介于在 40到50次 这种 那如果在权杖上面会写 加强 专照的防御 觉得在经过 921大地震 还留下来的话 基本上它的结构 其实是耐震的 所以我们在买老屋翻修的时候 我们只要注意 第一它的 结构 我们会检查 它的梁柱 有没有 明显的 破损 然后有没有 歪斜 然后你的整个建筑物的那个 墙面 有没有 很正 当然 我们会透过一些 仪器来检查 那漏水问题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透天房子 本来就会有 蛮多漏水的问题 我们只要可以把 断水点 做出来 然后把防水做好 基本上漏水的问题 不会太直接影响这个屋子 可不可以吗 其实老屋翻修就是这样子 我只要觉得它的结构 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上是都可以翻修 叫手 向性 承 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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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ay PoTay PoTay